花生當飯吃,我們最積極 你聽的是HKPinat.com,香港花生 我是卓佳佳,Hello 力撐本地足球 放眼世界球壇 九十分鐘絕無冷場 不是進攻足球 亦不是防守足球 我們是花生足球 開定了嗎? 是 你很滴汗 是這樣的 不要緊,坐定了,繼續第二節 第二節就要講 雖然昨晚我和你一樣沒有看球 因為昨晚看完後已經不想再看 甚麼球都不看了 灰了 你不可以這樣 很累 當然,這幾天是灰灰的天空空的街 真的累 這麼冷 因為我要看球的時候要出廳 出廳我只有一張電暖子 亂著腳 很難的抗拒 就推出廳 三點幾 很難的那一刻 我為了一場球買個睡袋 手機 現在手機 基本上我們都看到 我是老人家 很辛苦 看壞眼 很辛苦 你也知道我有現在 現在是可以讓你選擇的 另外那個隨身體是選擇了 我是快樂電視的 還沒有這件事 你有快樂的手機 你不用快樂的手機 快樂的手機是看不到足球的 看不到我給了足球 我要看一些不是我給的足球 例如 那麼複雜 我們有些是不方便說的 好 桌底告訴我 所以這件事是很老實的 很辛苦 所以看完阿仙奴那晚 輸得這麼沸沸的聲音就算了 不過我們順時序 我們先講一個VR問題 試完當晚是星期六晚 凌晨 四點鐘 就是利物浦在竹中北的第四圈 就對著西暴郎 大家就很開心 日海報 這樣碰大禮 打算是否很適合機 就跑到贏一球 誰知道最後查理 那就緊緊球球 過程 大家看 現在甚至乎 不用看 因為在Vue裡面 他自己放回去 他的Vue重溫度 免費也不看 看一百次就可以了 但有兩點要講 第一就是VR問題 我們再講多次了 你怎樣看 球證看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VR這件事 我們已經不想他再浪費時間 只不過是這次 在英國捉獎杯 Oberator 出第一張照片 我們用這個形容 是首次用VR在比賽中 先出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帶走我們的 就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其實整個比賽裏面 我們在看Live的時候 整個比賽裏面 電視的製作非常之好 他們是不節省的 每一節有問題的時候 他自己有了 因為可能那張照片 可能那張照片的提供 那張照片 應該是由他們大會製作 再剪出來給他們看 所以他們就有這張照片 所以他們也一直這樣出 其實一直這樣出 其實一直這樣出 就更加顯示到 這個球證 那個 如果好聽一點的 叫做優柔寡短 難聽一點就是說 大哥你做什麼 看一個十二碼 就是這個球 就是這個沙拿 這個十二碼 這個 沒辦法 不能給片看定鏡 這個處理了差不多三分多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處理都是 比我們正常看開VR的模式 即其他國家做的VR模式 都是很慢的 我可以有一點解釋 VR由今年的夏天 有很多比賽用 FIFA的西青杯、西少杯 通常是怎樣做的 就有四個原因用 就是入球、紅牌、十二碼 或者一些很缺段性的判斷 通常反過來 是由上面VR的人 告訴你 喂 我看到東西 你信不信 你不信就去看電視機 接著就會做這個動作 看電視機 看完就回來即吹 通常是前後少許分數 這個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或者我可以說 你的意思就是 通常都是上面有Credit給他 對 對 上面那三個神 庫六獸就說 我拿給你 但是重點就是 這個我相信 這個始終的設計 其實不是這樣的 是希望互動的 好了 但這個球證 是互動 他每次都不是互動 他是每次都精詢流上 所以就搞出這些問題 是不是要看師傅 我覺得有問題 你們覺得呢 然後就 那我就看了 但重點就是 他完全沒有去顧及到那個節奏 還有一個我覺得 在這個VR裏面 如果一直要把這件事 真的在足球裏面 很相信地去發展 重點就是 現在在世界的 科技技術 是完全沒有難度的 就是一隻手錶 的位置 可以有個屏幕給他看 例如這麼大一塊 你瘋了 這樣就跑不了 半個 半個尺寸 半個電話的尺寸 一包煙的尺寸 一個尺寸 這個 這個 拿出來的鏡子 他看不到 這麼大尺寸 放在手邊 你的小手 放在大手 麥當拿的手 那麼幼 都可以 那就是 一有事 他就馬上看到螢幕 他就不用 每次都在那裡走到中場 中圈那裡 外面 剛剛麥當拿的頭蓋著 楊卓小姐的頭 你看到他去哪裡看 去到中圈的中間位置 出去 中圈 因為那裡才有屏幕 他每次有問題 就是走到屏幕那裡看 他跑來跑去 球員都不 球員跑 都要跑一陣 何況他的球證 那些跑是等於行路 等於球員的行路 速度 但是球員每個都在 坐在那裡等你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這件事 除了影響球迷之外 有些球迷可能會支持 因為球真 就是 有圖有真相 那你球真 那就OK 但是 重點是 在某情況上 絕對影響到球員 在比賽那裡 除了心情 還有受傷機會的程度 我補充一件事 看完十二碼之後 五分鐘後 傑比斯在中圈 自己拍拍拉了 然後 另外 去到兩三分鐘後 這個 粒水柬 粒嵌 又拉傷了 西部球員 即時 短短的 看完這個 幾分鐘 今天十二八 五分鐘時間 的時間 拉傷了 記住 那一晚的天氣 在倫敦 是陰陰雨 滲下滲下滲下 英國的天氣 很少會陽光暴照 天天在香港那邊 他每天都將我有一支歌 灰灰的天 空空的街 而且濕度很高 英國人很多時候都沒有頭髮 因為他們的水太濕 空氣太濕 令到以前的舊一輩 英國的人 特別英國的球員 很有趣 全部都在地中海 不是頂鋼 你以為他幾歲 他可能只有二十多 你看看王子的樣子 總之他們的情況是這樣的 所以 受傷的機會就很高 因為 你明白 當天氣的溫度一低的時候 而有一些濕度和下雨的時候 肌肉就好像 你停了一個 不動的時候 就像急凍其合一樣 急凍了 你再要突然間 用爆發力去拉肌肉的時候 思念的情況就很嚴重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還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球員的心情 十二碼呢 那個十二碼判了 之前不是十二碼 判了那十二碼 因為廢明露 在射的時候 他站在那裡 首先 一件事 站到肌肉也硬了 第二件事 就是 你等到那個心情 等到 事氣都差很遠 明明是42碼呢 我一向都會教球員 你自己之前想到什麼 你就去做什麼 你最好就是去射之前 你自己在腦中 想到像跳水一樣 站在那裡想一想 你待會的動作是怎樣 然後就做了一個動作 他就可以了 是這麼簡單 不要想其他事 也不需要太理會他 也不要看他 過去就射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因為 你越時間長 你腦中有空 你就會想很多無謂的事情 那波射中刺怎麼辦呢 如果女生那些 叫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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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看上帝指示 我又要看片 又要看片 又要整個搞愛 你不出去看片 等我看完片回來告訴你 這些就是很浪費時間 和很浪費的事情 當然 他的球證也是這樣說 上帝組有預備 他就在上面告訴你 但沒用 問題是你這個節奏上 在比賽的節奏上 很容易令球員 心理上和身體上 都很容易會受傷 這個就是要控制節奏 所以我剛才這麼嚴重 其實球證 這個科技要變成 就是要在手上有個屏幕給他看 他一吹停 然後他就看了 看完之後 可以不可以很快可以決定 就不用 因為他叫機的話題已經是 說了什麼程 他已經碰通了 第四旁證 整個三見覆六獸 他全部都可以溝通 只不過是欠個屏幕 如果他是正確的 我看完 怎樣判很快 我相信在世界盃之前 我相信這個技能在球場 特別在這麼小的範圍 現在這個範圍很小 你走什麼都可以 你走爛牙也好 走WiFi也好 什麼東西走 走什麼都可以 變了對於比賽的節奏 就會比較快 總理業可以說多一點 很快 其實這件事有 未知足球都做到 是嗎?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過 你相信星期一就是Super Bowl 決賽了 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以即時看到 球多了馬利茲 每月公尺十馬 其實問題是 什麼都不用搞這麼多 因為每一個球場 都有一個大屏幕 但因為他要做一件事 就是做一件事 安全 不要被人亂 現場安全的理由 一向的大學場都是這樣 以前的大學場也是這樣的 每逢有爭議性的畫面 他是不會出的 但你看到電視直播 電視直播 是可以給你看的 撞到飛起的 現在球證看的 其實都是看電視直播 他比較特別 角度不同了 不出街 總之在現場的球場 他不會給他看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現場球迷不看 他就自己看 獨自欣賞 看螢幕就OK 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不過這個球證他吹到尾 都放了 其他球也是四五個西部浪住那位 他都要說 安尼嘉跟他說 你看東西吧 這個球證他自己的判斷 他連自己都已經 他懷疑了自己 沒錯他懷疑了自己 而且他已經六神無主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是有指引的 以我所知 FIFA的指引 如果球證要做這個時候 是由你自己去決定 有沒有需要去做這件事 不是球員走過來 看一看一看 整場球就在看片 賣票進戲院看電影 最重要的是 那球球有三個球員 是阿炳都知道的 而且問題是 因為他自己已經 沒有了信心 除了沒有了信心 他是倚賴了VR 他什麼都想著 如果是這樣 基本上我就不需要有球證 不需要有球證 不需要有球證 在球場裏面 我只要在看螢幕 Fitting 不不不不不不不 出場制限 我們以前打遊戲機 打遊戲機 你也沒有了球證 我已經沒有了 你遲早會玩到這樣 如果你要用這個方向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這個問題 不過有很多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我先站在這裏 有一個問題問你 現在都不是排到尾二 為何會失四球 這個就要問了 如何失四球 入了四次球 那也要入了四次球 問題就是一句說話 究竟防線是差什麼呢 沒錯 你踢得好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那個粉絲問我 都是這件事 我一次過回答完 這個一次過回答完就簡單了 首先我想說一件事 現今現在的幾個踢法 其實在那場直播中 我記得好像是 菲仔麟和 林興麟 林興麟和 Colin 我忘記了 Colin和誰 林興麟和Colin 林興麟和Colin 其實他們有討論的一些事 你現在可以留意到 回答了所有的朋友 利物浦和萬成 為何我上次咬話切錢 我說利物浦真的很大機會 因為他不怕鬥攻球隊 其實這兩隊球 利物浦和萬成 都有一個共通的問題點 就是因為他們兩隊都是打前場壓迫 好了 前場壓迫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前場 在人家的前場 你能夠逼到球 即是你能夠搶球 控球權在你那裡 你再去攻擊 你的戰術就成功了 但是人家怎樣去破 你的戰術 這是一個很深究的問題 議題上 我不是真的想拿人家去比論 但剛巧有一個理性 我亦都給予別人 我去看了那個 理性足球分析 不知道為什麼 討論分析 我記得沒有太多 總之他有提到 總之他有他的看法 我又不想說太多 總之我自己覺得 當你看前場壓迫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後防經常會出現問題 其實在那個後防裡面 最重要是回防 很簡單 你五六個人壓上前場 搶別人的球 當你搶不到球 那個球的人 就是運到上來 去到你的中場 或者你自己的後場 其實 自己對球有多少個守衛 你們猜一下有多少 阿曼多娜可能比較難些 你沒理由不知道 你估計會有多少 頂籠不是四個至五個 哪有五個啊 加上龍門 因為為什麼我告訴你 很多時候 其實 以我的經驗看 通常只有三個 那三個就是 一對中堅加一個防守中場 因為那三個都是長期 在後場內留下的時間 比較長 那他們怎樣會打到上來呢 就是 可能最容易就是 當你前場壓迫別人的時候 別人搶一個短 一個很短的短傳 然後短傳就放一個長傳上去 這樣的時候 就把你中間被迫的那些人 全部被迫過 然後 當他們自己的前鋒 一空到球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就是one on one one on two 最多是one on three 看看別人的那隊 手上來的那些 夠不夠快 還有這個 真的one on one 這個人的突破能力有多強 那J六呆故事今次就做到 那我們不用複點人 任何一個機會都有 很簡單 為什麼萬成都 利物寶會這麼快 因為她跑上去那些快 那些方向都 我每一個都是 拋一塊雞肉出去 拋一塊羅蔔出去 就下去 團團走上來 其實很簡單 反擊就是 在前面一個球員 可以把它帶 Kabo 或者是可以控制球的時候 其實你說 一個對一個 可以過世這麼多 不是有這麼多球員可以做到 只不過是你拿著那個球 突然有一個像花拉里的旁邊衝過來 我一給他 那就沒有人看他了 就是這樣所謂的快速反擊去攻門 你把很多球員放在前面 很簡單 如果大家說我沒辦法 放大頭 對 我想說以13張 球倒你中了 不要說排狗那些那麼壞 這麼有學術性的事情 很難的 例如13張 你放大頭的時候後面當然會弱 所以你要放大頭的時候 你的駐馬和你所謂的風險的risks就會自然提高 我覺得這些就是要看回 你的對手後防球員的組織能力有幾倍 那Johnny真是很簡單 我真的拿難排放三個輪子就頂住你 對 有時會有13張 很多時候的東西隔液隔就是這樣 你剛巧太巧大家做的東西就是隔液的 西武六隊的球員還是不出名 還不是很明顯 你也會知道這群球員 起碼在英超來說就是二的球員 即是二線球員 城寨二線球員 他的球不會像是踢鷹冠那樣 看到球來炸彈 你踢出界或踢上前面 他真的會一下半下跟你做兩組 踢兩腳之後 他突然扔了長傳 這就是令到利物浦 萬城 致命傷的衝擊 講回這場球 他輸的原因有一個很大的情況 就是因為中間的三個中場的問題 因為那三個中場的速率也不是特別快 還有就是因為人地西暴朗前面那幾個 也是特別快的 就是對於他們來說 JRT保斯 甩甲露 你想一下 為什麼我經常說 會只有三個後防球員 因為你現在踢進攻模式 你兩隻閘都要上去助攻 兩個邊線都要上去 你工人的時候 他已經是衝了上去 不是 現在是不回來的 現在是 如果你過迪奧納的概念 你不用回來 你在哪裡塞了 你站在那裡 就在那裡被壓力 去搶球 你搶到就是 搶不到就過你了 那越數呢 手指就越來越少了 最後剩下的中指 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你踢這個方法 你那個前場的壓迫力 是真的要很強 說真的 這個前場壓迫力 你可以看到 去年的車路士為什麼這麼成功 因為一個 稍後你講車仔 我講一下車仔那場輸 就是因為你的中場 那個防中 效率又要有幾到 你現在說萬聯 為什麼起電 jump 就是因為全錠馬迪 他速度很好 他比布好 但你叫他防守 他始終限制於身形上 先扣十分 他的身體對抗性比較差 所以你整個中場就算我被你局上前也好 你也不是說那麼容易搶得掉那個球 之後你說輸那個球 我覺得就算輸那個球是怎樣也好 西部朗這對球 你看他前面 其實他也不是說不太會踢 不是說完全不夠班那種 還有因為他們踢的方法真的挺欺負 他們的4-4-2 為什麼呢 4-4-2就變成了很多時候兩個前鋒一起在禁區裏面 你經常踢那個所謂的 前場壓迫 球員是不是要回防回來 經常都要回防 我們經常都說 經常教前鋒球員怎樣 我講了一百次 前鋒球員要 前鋒球員要的後衛 你要突破到後衛 或者要令對方失球 最重要是要球員怎樣 要防守球員怎樣 經常轉身 看不到這裏 因為轉身有盲眼位 轉身有盲眼位 轉身有盲眼位 你不知球落點在哪裏 但你自己經常都要轉身走回頭 你犯錯機會是多 每次多一秒都死了 所以這個做法 要有具備很多條件 我之前也講過 利物浦那對閘 如果你要踢這些前場壓迫 你看看以前哥迪奧娜不論是拜人 拜賽 他那些閘全部都是世界級的 能攻能守 有腳法 還有一個最具備一個個人的條件 你知不知如果要踢這些陣式 後衛腳法的技術是前鋒球員要懂得扭過 你一分鐘要比別人的翼鋒球員要扭過 因為很多時候你會一個對一個 你要推上那幾球 一個對一個 如果你一個對一個不懂得扭這件事 你把球大大腳踢上去 教練會罵你 不要不要大腳踢上去 我在後面做球 如果你把球整天比後的時候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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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所以如果你要踢全場壓迫 還有速率就很重要 上得落得 你就是上得不落得 你買衛片就行 下得衛片就行 你不下得 所以這件事也是 幾件事要加起來 在世界上有幾個足球員可以做到 數量不多 四個聯賽 八十多對球 有沒有百多個給你選擇 所以你要踢這個陣式的時候 你要具備那些條件才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 萬成和利物浦 其實他們通常對著強隊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大家都鬥來 有幾隊好像大師兄那麼賴皮 你賣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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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取得分 你不要讓我入球球 除非他玩得那麼賴皮 如果不是 基本上踢法的方式 他們應該要有兩套 對著弱的對手的時候 他們應該要想另一套方法 不過沒辦法 有時候只是專家牌中了 沒辦法 當然了 足中杯也抽籤了 不過不會長說 到時再說 這一節先停一停 我們回來再說英超好嗎 好 盡快 給相機停一停 好 請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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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